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座装修大崔 装修过程中你花钱最早并且最多的一个费用就是磁砖 那么磁砖尺寸用多大的才能够出效果 哪些尺寸是要避坑的最丑尺寸 今天咱们一条视频就给大家讲清楚 对于普通业主打算减装 就是为了提高舒适程度才装修这个房子的 不太追求效果情况下 你选择的尺寸尺寸赶紧记一下笔记 地砖用800x800 墙砖选择400x800 卫生间磁砖墙砖地砖都用一样的 然后呢做通缝 这样子不仅便宜 做出的效果还非常好 第二类想出点彩头啊 费用又很充足的情况下 地砖选择1米5 墙砖像卫生间的墙砖选择600x1米2 竖着两块铺贴 整体效果非常的理想 厨房的瓷砖想出彩的话 你的瓷砖尺寸 选择600x600的 1米2的 1米5的都不对 你应该考虑的就是你厨房的一个 橱柜和吊柜中间这个区域 中间这个区域呢 一般在800左右 所以你选择的尺软尺寸 要么选择800x800的 要么选择9001米8的 作为中间这个区域 这样铺贴的效果 才能够做完整个装修之后 效果会比较理想 那么刚才提到了 我们最丑的尺寸 就是现在啊 就是花钱也不少 铺出来还没有多少效果 600x1米2 把这个尺寸写到咱们评论区 600x1米2这个尺寸呢 铺贴完了之后啊 整体的效果没有那么大气 并且你看到的瓷砖 往往缝隙会比较多 看到的大多数是600x600的 谁说啊 要么就做高端一点的 1米5以上的 要么咱们就老老实实的 用800的地砖 900的砖啊 还有600x1米2的次砖 工费不便宜 铺出来还没有效果 何必呢 好了 我大崔 关注着小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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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